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你好 元醫生你好 大家好 醫生最近天氣突然變得又冷又乾 在我們的診所裡 健康店都突然來了很多顧客 病人 大部分都是說家人或自己 患上這些感冒 其實感冒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或者感冒對於我們身體 為何我們身體會產生了這些傷風感冒 在中醫裡面 感冒叫做慢病之源 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感冒的治療 處理得不好 然後已經變成其他多種的病 現在我們有時候 香港因為天氣一度入冬 有時候不同的季節 有些所謂叫做感冒的高峰期 一般的感冒就會發生一些什麼 是高燒 很多時候第一件事 一發燒 人們會想什麼呢 退燒 雖然我們在電台 無數幾十多年都已經說了 身體人不會發燒 就死定了 身體是靠發燒醫病 這個資料大家聽回我們以前已經有說過 至少有一集全部是說發燒 二十多年前我們也做了四柄的陰帶 其中叫做發燒是有是敵 一般人仍然有這種感覺 發發出入醫院 退燒最快 通常會做什麼呢 打針 輸液 去醫院住幾天 這個是中國的情況 香港人很少在醫院打點滴 但現在中國可以這樣說 什麼都沒有理由 進醫院住三天 就打點滴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亦都想去中國 去遇到一個西醫 他有幾間的 他有幾成功的西醫 我去研究診所 我看到他 很多點滴的工具 你去看病在診所 他就幫你點滴 每個人都點滴 每個人都點滴 最近也都看到 點滴的問題 因為大陸的人 一個差不多是 我想全世界都很少有 總之有什麼病 就用點滴 但造成很多問題 大家想想一下 如果你買兩個氣球 一個氣球就不用吹 一個氣球吹了之後 又放回氣 你會發現吹過那個氣球 那些彈性會鬆 會鬆 打點滴 其實也有同樣的情況 你把點滴打到靜脈 有時打三天 一天兩瓶 感冒是經常有的東西 這種靜脈的反覆 就是反覆收縮、膨脹 當然血管壁就會薄 十年、二十年之後 遇到大使 一個急上火 血管一沖 就變成什麼呢? 心腦血管問題 為什麼中國大陸 這麼多爆血管的現象 其實跟這種醫療習慣 是很大的關係 最近也有一種說法 這些點滴 其實很多雜汁 身體有很多雜汁 身體入了血裡 是從來都排不出來的 所以身體聚積了很多 好了 大家知道 點滴不是中國發明的 中國用得最多 在西方國家 如果有些人去 雙風感冒去醫院那裡 他們會不會呢? 他們根本不會用這個點滴 通常都只是在大陸那裡用得多 用得多 香港也很少用的 但是在外國很多時候 雙風感冒 有良師的醫生 就叫你回去 睡覺 喝多點水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效藥的 最多是多些維他命C 最簡單 最多是這些 最多是這些 但是在香港和台灣 他們有一種醫生 大家有一種講法 他說 我不用藥而已 雖然是正確的 但是病人不接受 不高興 不高興 我來到這裡 你不給我吃 然後他去找另一個西醫 就給他吃 這個主要是我們個人 是對這方面的 正確的醫療知識 真的太少太少 他還要說 他中國人 最年輕的 爆血管 是一個小朋友 八個月大的 是嬰兒來的 真的 很多時候知道 因為很多嬸仔 有一個感冒發燒 吃不到藥 就去醫院 又幫他打點滴 那怎麼打呢 就是在頭腦那裡打的 剃光頭之後 找一個植物 就滴下去 那嬸仔的頭 很小 因為點滴的瓶 比頭大 那麼多的液體 打下去 你想想效果會怎樣 所以為什麼嬸仔 有時候很緊張 遇到什麼事情 很急躁 其實身體根本就不舒服 是一種不舒服的表現 還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的女性 二、三十歲 每面都是皺紋 都會見到 那原來都是跟這個 經常有什麼事 打點滴有關的 因為點滴入了植物 輸完之後 那個微濕血管 多了水分 是特別漂亮的 但是兩、三天之後 吸收了 又乾又老 所以你經常看到 為什麼香港的人 是耐老的 經常都看到 因為在廣州 大家都是熱帶的 都是有點潮濕的 你不要說去上海、北京 病乾燥 但是為什麼香港人 這麼耐老呢 原來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香港的治療 很少用這些點滴 好了 長期用這些 輸液的方法 可以這樣說 就是後患無狂 但是有些人 在香港很多時候 感冒 有很多感冒藥 是 就算他不點滴 也好就會感冒藥 試一下這個牌子 試一下那個牌子 這個不行 就試另一個牌子 換幾個牌子 就不斷來換 然後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問他那個 最近一個調查 就是找十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六十五歲就不是那麼老 這個叫做一下CT 照腦的CT 原來發現多多少少都有小腦萎縮 這麼快脆 六十五歲 原來很多年前 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有說過 國家衛生部緊急通知 所有含有PPA成份的藥物 必須要洩下架 原來當時大部分的感冒藥中 都含有PPA成份 原來為什麼 你知道他潛伏期的副作用是什麼 PPA的潛伏期是十年 最大的危險就是導致小腦萎縮 小腦是做什麼的呢 是平衡的 其中是很平衡的 你想想到小腦萎縮 會導致平衡問題出現了 平衡問題出現了 不是那麼簡單的 親子就斷骨 斷骨入醫院 醫院就感染其他病的肺炎 然後命都沒有了 好了 再繼續下去 就變成老人癡呆了 現在很多人就是經常吃感冒藥的 只吃了十年了 才發現這個潛伏的問題這麼大 好了 那接著呢 又好像講中國 另外有一種藥物 又給了一個成份 叫APP的東西 也都不能夠用 也都潛伏期是十年的 原來很多藥材 對身體那個傷害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為呢 哎呀那我就吃感冒藥了 嗯 那就八百被藥廠做了十年的實驗 那接著呢 後遺症無窮的 好了 那這個是感冒藥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件事呢 中國是用的很多呢 是什麼呢 是抗生素 嗯 OK 其實現在全球香港用抗生素都用得 很高的 很高的 因為呢 在西醫的藥庫呢 曾經有效的工具不多 就是有效的藥是很少很少的 很多都是消炎啊 止痛啊 止痛啊 這些全部都是指標的 是是是是 不會對這個病情有真正的療效的 那你記住 我們以前小時候有感冒發燒 我通常怎麼做 就是經常都這麼說的 焗汗 是呀 喝滾水 有時候用薑水啊 薑末紅糖啊 來喝了之後呢 就包著它 就出身大汗喝熱水 那其實這個是最有效的 是 因為身體呢 身體呢 身體需要發燒 你不可以強行按燒 不要用這些有副作用的藥物去按燒 其實你養個身體 加點燒 焗 焗 喝滾水 吃薑水 用紅糖呢 紅糖都未必需要 但薑水啊 喝滾水 其實最簡單的了 那令到你身體發生寒 甚至乎 針熱水 我們通常呢 教我們這些病人呢 如果有這個情況呢 家裡有浴缸 希望啦 因為很多人呢 香港的浴缸呢 就通常有呢 拆軌了的 其實浴缸是很好用的 對治療啊 防禦啊 保健很好用的 那通常教他呢 就浸浴 用那個梳打粉 baking soda 或者喝 或者用浸浸那個 蟹鹽 absence salt 那這些呢 就是用熱的方法呢 是浸熱的方法 喝熱水出汗 很快就好了 好了 但現在我們呢 就已經是 全部是用一些 很錯誤的方法 那為什麼呢 現在整個說 現在的感冒菌 變了變了很毒啊 那就是 這些所謂的變變 其實感冒菌 由此至終都經常變的 所以那些防疫針 那些感冒針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從來沒有證實真正有效的 因為它第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病毒 經常都變的 今年的病毒 下個月不同的 所以你根本是追不到的 就好像我們叫做 是叫做輪盤這樣 就是撞錯的 Russian rule 那試試試誰撞到的 其實根本是沒有效果的 那麼我前一陣子 就和大家分享過 感冒針呢 現在最近的資料來的 打過感冒針的人呢 突然患感冒 機會更多些 而且患了 更嚴重 從來沒有打過感冒針 這個是外國的新的知識 知識 我之前都和大家提及過 好了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抗生素 是這麼傷身體呢 OK 因為身體裡面有個 80%的免疫功能 在哪裡 在我們的腸道 我們整條腸裡面呢 是很多淋巴結的 是 百分之80的淋巴結 在我們的腸道那裡 就寶寶在出生呢 吃了初乳開始呢 腸道那些菌造呢 就開始發揮作用了 那麼免疫的雷力呢 因此也都啟動到的了 OK 那麼好了 現在很多時候呢 動不動就用抗生素 動不動就用抗生素 動不動抗生素呢 你可以知道有多大的問題 記住 如果我們發現呢 免疫的系統 免疫細胞 那個淋巴結 百分之80在腸那裡 那很明顯的腸的環境呢 是跟我們的免疫能力 是很大關係 是吧 那腸裡面有什麼東西在呢 就是有菌 有很多是益菌 我們叫做 Probiotic 就是益菌 那就是我們抗生素 入了身體之後呢 做什麼事呢 有你沒什麼東西 就殺了 就殺了 什麼叫好菌 怪怪病毒 照殺 那最大的問題呢 病毒是沒有抗生素的嘛 抗生素是處理不到病毒的嘛 那大家仍然都要用呢 他們就想著 因為你有病毒感染 所以體抗力差 很多時候呢 那細菌就乘機而入 那所以呢 我就預防呢 就殺了那些抗生素 是簡直是荒謬的東西來的 就是被病先殺了它 但是問題呢 這些抗生素呢 就是破壞我們的腸裡面的大量的益菌 一網打順 將那些好菌都壞斤 全部都搞衰所 那導致呢 是很多呢 免疫系統改變 神經系統改變了 濫用的抗生素呢 導致了很多真菌的感染 有發生濕疹 過敏 烤喘的病的 尤其是呢 三歲以下的 處於生長 就是在這裡生長發育的期間呢 有些器官還未成熟呢 是會容易受到抗生素 永久的傷害的 那美國有些醫生說呢 他說一個 一整個抗生素的療程呢 可能造成有些益菌 是無法收復的損傷 長期下來呢 會減低人類人們 對那個疾病和感染的抵抗力 很多時候要花幾年的時間 用一些很特別的營養素 做益生菌的療法呢 才能夠身體呢 是回復正常的 還有過度使用抗生素呢 會大量增加那個痴肥 還有第一型糖尿 就是很多紡品劑的糖尿呢 都是可能做這些抗生素 打疫苗注射啊 還有發炎性的大腸 那個疾病呢 是很多的 現在很多人呢 很年輕呢 就可以叫做搶劑 是 簡單就是搶敏感 搶劑 再嚴重呢 就是那個 那種悠陽性的 抗炎 最嚴重就是 抗炎 然後命都沒有了 OK 那 所以呢 我們遇到這個情況之後呢 我們就會 會用什麼呢 就是用一些 很多的 很多的 用益菌 因為有一種 一種保護力 益菌呢 也都將我們很多的身體的重金素 會移走的 好了 現在中國已經知道了 已經看傳媒都看到了 未來 偶然來呢 中國家衛生部強調呢 就要將目前抗生素的使用率 由疑助的97% 減到3%左右 那要醫生呢 用多些呢 是功能性的營養品 而不是用藥物的治療的 那這個在香港都有 香港最近的 是的 香港最近的 都是說的 那都是呢 就是跟進呢 就是 跟隨中國 國家的衛生部的指引 這個問題呢 不只是他們有 香港也一樣的問題 好了 那我們遇到這些問題呢 裡面很多有這些的 抗生素濫用的後遺症 那我通常能夠做到些什麼呢 我通常就會建議 就幾種一種 我通常用飲品 食物 用三粟汁 是 一種酵素 是 濃縮的酵素 是 混合水來喝 嗯 跟著呢 我有一種益菌 我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益菌 是 有癌症病的益菌 是 一般性呢 有很多益菌 有十幾隻 當然益菌有很多的 是過百的 是過千的 是 但是主要都是有幾種 所以我們遇到這些情況呢 我們第一 就先 補回那個 消化力度 補回那個 那個 腸裡面的環境 就用那個 生粟汁 蘆薈汁 加上酵素 每樣混合 可能每 兩盎司 兩盎司 一盎司 再加呢 另外呢 就加上益菌 當然呢 遇到菌污 我有很多有效的方法 如果基本上呢 大家遇到感冒 其實不用擔心的 身體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它 如果真的需要呢 我們都會用赤在痛的療法 液氧素 食療那方面呢 是幫助大家 是加快康復 是不是 不是說 一輩子都不會有 當然 如果經常有感冒的人呢 經過我們的處理之下呢 他應該 將來健康的水平提升了呢 他就不會那麼多病的 嗯 其實很多時候問我們呢 就是我們診所 其實想做什麼呢 當然呢 離親我們的診所呢 多數都是嚴重病 包括癌症病人 多數都是 臨到最後 人家沒得醫 人家沒得醫 醫過幾次 開過刀 化療過都不行 我們很多時候 有很多這類的癌症病人 那當然呢 其他什麼的癌症病人 你也想到 我們都處理過了 嗯 我們希望呢 首先呢 就把病人的主要 吸召問題 解決了先 是 然後呢 在過程裏面呢 我們會做很多教育工作 也都教導他飲食的方法 還有什麼營養的補充劑 還有什麼好好的工具呢 希望他們採用了之後呢 以後呢 他們保持一個很高的健康狀態 是很少需要再找我們幫忙的 嗯 當然那個意外那些 都需要西醫的方法 是 就是去維修 去急救 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經常說呢 我們希望呢 加入我們大康之家的家庭啊 病人呢 可以保持一個 就是高度的健康狀態 那以後呢 來了一輪之後呢 我們就不用 以後很少見他們的 就不是一直看 看到你死那天 這個就是我們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 一向的醫療的目的 好 那其實呢 現在現代人呢 那除了可能有 有部分的 真的好健康的小朋友 那些父母認識了 就是生小朋友之前 認識了自然醫療 其實可能我們每一位呢 都會多多少少呢 都有接受過抗生素的療法 那些東西 那好就剛才余醫生說過 也都在國內的醫生 衛生部那裡看過 其實可以是用回呢 是大剂量啊 或者是適合的益生菌呢 和剛才醫生提過的那個 調配的飲品 蘆薈汁啊 山竹汁啊 酵素那些這樣呢 是可以呢 幫我們搶來的那個 的菌族呢 作為一些的修補 就是不會 就是大家不需要 那麼擔心 那麼灰 不是說不可以 不可以有個修補的狀況之下的 那麼這些剛才說的產品呢 都可以在我們陸創意健康店裡面有售的 OK 好 今天呢 我們又多謝了 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麼 那麼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電話和袁醫生會診的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瑜理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好 好 好